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金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做Vansim第四个幻例 那这个幻例主要是建立两个feedback的model 那作为将来这个做交互作用项的一个前置的链子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建立两个回溯的模型 那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做的第一个回溯的模型 我们现在用input1,contail1,population1,output1这样做一个 那很简单的,我们把这两个复制一下 可以用copy-paste 然后再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因为1我们改成2,就用两个 这样比较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 就是input2,contail2,population2,跟output2 然后这个方向稍微把它放过来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跑出来的结果会怎样 那我们在input1,一样是一个step 就是一个constant的方形 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它这样跑过来跟compare这样来 再把别人回溯的结果一直靠近 因为它的input的constant是100 所以它用exponential这个上升 把它上升起来 然后在2的,我们用一个这个 这一个方形,是一个step方形 就是一个不结函数 就是跑到50的时候 然后才开始跑上去变成100 然后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开始从50开始 接受这个有这个回溯 不然刚开始是00 整个系统本来就静止 跑到50来开始一直跑上去 我们个别的时候再看一下 那在第一个就是input1的这个结果 就是input 然后compare的output的结果 我们来看 那下面这一个是compare2的 pobulation2 input是一个step方形 一个不结函数 然后compare这样比较简单 然后整个的 因为output2等于pobulation2 所以看出来那是上升的 那step方形怎么去做 我们这边也做一个介绍 就是step高度是100 然后他从50开始 他的方形是这样下的 那如果我们要改变input的这些方形 因为方形有很多种 那有constantstep跟ramp potential这一些 sin和square这个 那这边就可以 一些参数 不同函数他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用ramp ramp其实就是一个写波上去 input 然后output 也就是他的pobulation 也跟着追上去 那因为他是一个first order一阶的函数 他就有一个永远就会有一个decay一点点 ok 那如果你在input2这边 你用一个sign 是在这边 可是我们的平均值不是0 而是200 所以你可以看到output这边开始去追这200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系统的关系 如果用物理的现象到有惯性 他没办法追了百分之百跟400 这边之间震荡 那就有这种现象 那其实到了75也快要稳定了 那你可以用这个impulse 我们也可以输入一个impulse input2可以当impulse impulse 在这个系统动力学 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的系统纯粹的伸俗方形 因为他bam一下就跑过来了 就decay了 ok 那我们可以用impulse trend trainimpulse bam一段时间就把它打一个脉重波 然后看他的情况 那你也可以给一个方波 就是0到400 然后每一个时间 那这样是时间都可以设定的 那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反应追的是来不及 所以有点类似三角坡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就开始去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个正确的结果 我们就开始跑 ok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用const 看一下 那在这边 看一下 gasket 那这个就是这个跑出来的这个结果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可以看出来他这个跑出来的这个结果 ok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population 这边 我们要把它stop stop 然后 这边看一下 看 cretion 一样 是compare 乘以0.05 然后它是一个基本的integral 然后再compare 然后再compare 这边看一下 它是input-output 这是1 它是辅助变数 辅助变数 辅助变数 ok 然后来看这边 它的equation 这是一个input 是一个constant 但是在input2这边 我们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我们可以选 变成一个step 那step 那step 你是要从这个function里面 这边去给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在这边 我们叫step step 我们把它add进去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step hi 所以它的用法是这样的 好 那我们开始来 重新来跑一次 那这个做法大概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step 我们这边 比较一下 看看 就是这个step 那我们现在把它 全部来compare 看这个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 是 是 有方坡 因为这是做一个比较的 一个方坡 跟一个step 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方坡 跟这个 比较的 ok 那 我们如果要换成别的坡型怎么办 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 留 ramp 开始 然后这个 ramp 这个 就可以做比较了 ok ramp 做比较 把这个 close all output 然后 在这边 这边一样可以给一个sine wave 可以看得出来 pose 可以看得出来 ok 好 那我们继续再给一个是 pose train pose train pose train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pose train 然后它的 response 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弄一个 square wave 方坡 这边就看到这个方坡 然后 这是方坡的一个缓印 ok 那我们这一个的 两个loop的展示 就做到这里 就是这边做一个 这边做一个 然后其实它就是把它 护制过来 那 那 固制这个过程很单纯 就是把它这个 把它这个 delete 掉 要unlock delete 掉 然后我们在这边 ok 这边把 把它copy 然后 这边再把它paste 把它unlock ok 然后这边再把它拉过 然后再把名字换一下 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展示呢 就做到这里 截止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